疯 唐代诗人李乔堪称是诗坛定义歌 无论怎样美丽的景象 在他看来都可以先下个定义 概括一下 看到美轮美奂的黄河 远远的天水相接 李白金看到 那可是黄河之水天上来 多么波澜壮阔 王之换会感慨 这堪称是黄河远上 白云间 潇洒奔逸 可在李乔看来 则就被定义成了 因为斗士原理导致的自然现象 写出的诗歌也就变成了 长波接汉空这样直接的陈书句了 而这位定义歌还酷爱写诗 不论看到什么 都愿用诗歌的形式来定义一下 其中的代表作就是 大名鼎鼎的风了 一个秋季的午后 李乔正跟朋友在竹林中饮酒聊天 突然一阵风吹过 旁边的树叶随风缓缓飘露 看到此景 朋友便想要为难一下李乔 便问道 定义歌 要是用诗歌来描绘一下风 该怎么写呢 李乔面无表情地看了一眼树叶 便冷静地说 风既能解落三秋叶 又能开二月花 解解除的意思 三秋和二月 分别指代农历的九月和二月 也就是秋天和春天 在李乔看来 风的力量细腻而又伟大 秋天一到 它便轻柔地来了 把满树的秋叶都解除吹落 到了春天 它同样悄悄地来到 一阵微风 让满地开出五颜六色的花朵 可话音刚落 一阵强劲的秋风 就扑灭而来 竹子被吹得疯狂颤抖 连李乔和朋友 也都被吹到了地上 李乔爬起身 就赶紧补了两句 过江千止浪 入竹万甘侠 过江就是 风经过江面 入竹就是 风吹进竹林 鞋原本写成这样 右边的斗 这种装粮式的器具 左边的鱼呢 则是剩余 要想让粮食有所剩余 只要把容器 倾斜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斜也就有了 倾斜的意思 若是强风过境 平静的江面 也会顿时掀起千尺浪花 挺拔的竹竿 煞时也会被吹得 摇摆倾斜 挺拔李乔的阐势 朋友是欣喜不已 和李乔做朋友 真好 总能学到新知识 其实 很多诗人的作品中 都有风的形象 比如 孟浩然的 夜来风雨声 花落之多少 诗句中 饱含着作者 对春天的珍惜之情 然而 李乔在风中 却不谈一点情感 而是形象客观地 给风下了一个定义 在诗歌中 李乔就像是拿着一个照相机 将秋夜飘落的瞬间 春花逗艳的时刻 浪花滚滚向前的情景 与竹林摇摆倾斜的画面 拍成了一幅幅照片 一看到这些照片 便是瞬间领悟了 风的温柔与力量 形象客观的表述 加上诗歌的忧言 正是李乔的过人之处啊 解落三秋夜 能开二月花 过江千尺浪 入竹万甘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